歡迎繼續回到天下足球 第三節繼續有我們的Jacky仔 文潔兄和我小軟的 大家好 其實真的有點慚愧 其實我們不是繼續的 剛才繼續的有朱sir 有酒塘 還有教練 我們在換班 現在這一節小軟介紹了我們三個 這一節是說什麼內容呢 這一節是說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外圍賽 歐洲區的賽事 麻煩小軟 歐洲區的賽事分為九組 我們逐組和大家聊一下 因為太多對數 現在開始我們要做一個很繁複艱鉅的動作 把大家的心碎和思潮氣火 先拉回來 麻煩小軟第一組 第一組的球隊有 比利時、克羅地亞、馬奇頓、蘇格蘭、 塞爾維亞和威爾斯 這幾隊來說 我想 Jicky仔 你一看下去 哪兩隊會比較突出 比利時和克羅地亞 因為比利時 你現在的進攻球員 有哈瑟特、丹比利、路卡古、費拉尼 那些真的很厲害 還有剛剛轉了一個 新尼特的位數 這個球員 還有一個埃華頓的前鋒 是的 這個米拉拿斯 你說後面的呢 又有什麼人呢 所謂的 維頓漢、華美倫那些 其實呢 整隊比利時陷入 如果表面那一層的話 就根本上是歐洲一等一的實力 不過大家記得 是的 我也想問 比利時現在有這麼好的國腳 其實會不會像上次歐國盃一樣 其實出不了線 這個也是我擔心的問題 其實比利時一直都分析了很久 他們雖然說同一時間 好像當年八十年代的丹麥 突然湧了一批天才球員出來 比如說Jespar Olsen 艾基、拿比那些 但是呢 問題上是 就是不夠齊心的 其實在之前的歐洲國家盃外圍 為什麼呢 就是不要說他什麼次名出線都沒有 因為 在德國那一組 德國首名 次名都是土耳其 都輪不到比利時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整體上的戰術的發揮 還有陷入一幫人 感覺上是各自為政的 會比較多些 變成整體性合作不是太強 你想想我們剛才說 現在是歐洲各大球會 金瓶尼還有 是不是 每一個不單是 就是在大球會的效力 還是大球會裡面的絕對主力 含下去 根本 完完全全 在這一組來講 照計排名就應該贏了 但是是不是這麼樂觀呢 因為我想相信他們的其他的對手 黑羅地亞會陰到他們的陰 塞爾維亞 另外 威爾斯 威爾斯 個別球員 我想大家都會熟悉的 比亞美 或者是艾朗藍絲 那些 塞爾維亞 有卡拉錫 那些 另外馬其頓 或者蘇格蘭這些 可能是實力稍次的 但是如果這一組 陷入六支球隊 陷入本身的排面 除了馬其頓 會稍稍差一點之外 其實其餘的球隊 跟比利時又不會相差太遠 現在現階段看到 在那個 組合的層面 會發揮出來的實力那裡 那黑羅地亞和塞爾維亞 可能大家認為是更加大威脅的 但是 我曾經看過一篇內地的報道 就說中國球隊 其實不是很喜歡找一些 塞爾維亞的外援的 那他們有分析過 其實現在兩地的聯賽 塞爾維亞 和黑羅地亞 就是前南斯拉夫的國家 分裂出來的 分子 的國家 原來 黑羅地亞的聯賽 的級數 是要比塞爾維亞高的 即是說 現在黑羅地亞那群球員 如果踢得稍好 多數都會去西歐那邊賺錢 而塞爾維亞 不是 分分鐘有可能 來到亞洲區域 或者去歐洲二、三次的聯賽 甚至乎來到中超 那裡賺錢 這就是兩者之間的聯賽 水準的分別 即是說 實力來說 我們看到黑羅地亞 今屆在歐洲國家 之前的表現不錯 對不對 文迪蘇傑、謝拉維 即是這對前鋒搭檔 大家都很熟悉 奧力 還有摩迪那些 是的 右邊的施拿 即是 已經去到一個 他們在年紀方面 都去到一個很黃金很成熟的階段 我個人認為比利時 這一組都可以出線 但就 真的 不穩陣 因為我們講講賽制 歐洲有九組 一共其實歐洲的地區 出線這個世界杯 決賽週三十二隊裡面 佔了十三個席位 除了這九組 這九個小組 每一組的冠軍 可以直接出去之外 另外其餘 就以最佳八隊成績的亞軍 就可以作一個 逐對逐的附加賽 即是四場球 就是八隊 四對四 主客賽制 贏了出來的四隊 就跟之前的九隊手名 十三隊 一共就打入這個世界杯 決賽週 我想 如果以次名出線 要打附加賽 大家不要奇怪 OK 去到第二組 第二組 第二組 亞美尼亞 寶加利亞 捷克 丹麥 意大利 和馬爾他 這一組 比較 outstanding 意大利和丹麥 這兩隊有機會出 意大利和丹麥 為何不看好捷克 不知道 因為我上歐洲國家杯 看他 除了他 那些人有拼勁之外 你看C字 反而是 在國家隊的表現 完全是跟球會兩回事 嗯嗯嗯嗯 即是跌了鎖 是嗎 丹麥呢 我在歐國杯 看他的高朗達利 之前這個人 我不認識他 但在歐洲國家杯 丹麥的作用很大 可以說是丹麥的助攻王 是是 OK 其實意大利那裏 對 但是我又有些疑問 因為意大利這次是全新的陣容 其實會不會有些冒險呢 還有他這次用很多年輕的球員 其實是否因為那些年輕的球員實力非凡 所以令到意大利都這麼有信心 用全新的陣容去應戰呢 其實是有多些的新人 但是特別呢 就是現在強調一件事 告訴你 就是意大利呢 有祖雲達斯的球員 和沒有祖雲達斯的球員 可以告訴大家 是撐一個檔次的 大家又記得歐洲國家杯的第一場 意大利對著西班牙的時候 當中有六名祖雲達斯的正選球員 即是來自同一間球會 即是說 其實如果大家追捧祖雲達斯的球員 是呀 真的小心點 今屆祖雲達斯是多善作戰的 包括國家隊那裡 他用新人沒有厚非 因為巴洛迪利的問題 另外呢 其實現在這個左後防的巴薩烈提 剛剛今屆從巴勒幕轉會 過去羅馬的這個球員 也都有傷患 那迫著他都要起用一些新人 還有都要接班 問題是他接下來的賽程 也是對著寶加利亞這些球隊 同樣都是歡喜冤家 歐洲國家般外圍 所以意大利和寶加利亞 也都是在同一組裡面 我們可以看看奧甲娜 這個黑人的後防 其實上個球季裡 他都有入選意大利國家隊 當時呢 現在也是 他是效力拖連奴 但是上屆的拖連奴 大家知道是二月的球隊 月早的球隊 他都已經有入選 主力都會去到 防守和兩邊閘位的球員 會有邦路斯 馬志奧那班球員 另外中場 迪羅斯的傷勢 還未知 還未敢肯定 迪亞文迪 派魯那些形容 維拉迪 這個意大利很具天分的 中場球員 今屆轉會了一個 去巴黎聖日二門那邊 他亦都有入選 看看表現給不給機會 他上陣 要講到 利物浦的這個寶連尼 亦都有入選 其實現在意大利陣中 我想是新腦交替之間 那個陣容 如果你曾經對意大利國家隊 沒有什麼寄望的話 今屆歐洲國家盃 也有一定的成績 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想這個國家傳統 打大賽的心態 是非常成熟的 還有我們都很難想像到 意大利會入不到 世界盃的決賽州 現在我講出來的 那些新人 譬如說 甚至乎奧斯華道 最近羅馬作客都贏到 國際米蘭三比一 奧斯華道那個 那個射門非常漂亮 另外 柏仙尼 大家都不看好 覺得過到AC米蘭 都不是AC米蘭 或者AC球 不是上議會那種重量級的前鋒 他剛剛有武子氣法 連入三球 這陣子 真的當老肯 看看這些 長期處於一個 邊緣的球員 這些邊緣的國腳 能不能真真正正正 藉著今次的世界盃外圍 可以表現自己 意大利這一組 我想都毫無疑問 丹麥 捷克 我想都是兄弟 五五球 其餘保加利亞 應該又會再低一個檔次 捷克 特別說 除了斯拉斯克 比拿 這些比較新鮮感的國腳 是有表現之外 其餘都是 巴勞士那些 不行了 我覺得 其實他們 歐國盃能夠小組出線 都因為純粹是那組的對手 自己送給你的 好 看看下一組 第三組 就有奧地利 法羅群島 德國 愛爾蘭 瑞典和哈薩克 德國 Jacky仔 看不看好 你猜 德國從來沒有說不出線 德國這組 可以嘗試用來練兵 為什麼呢 何謂練兵 他這組的對手和他的實力 除了瑞典之外 其實都相差一段距離 可以嘗試用不同的新人 又或者可以 像歐洲國家杯一樣 用單箭頭 可以嘗試雙箭頭 嗯嗯 雙箭頭 如果Jacky仔 你這樣說的話 真的盧維就跟你搞作對 因為如果整個世界杯 現在他入選的 就是打這頭兩場的外圍賽 接下來 德國首先會對著 這一組的魚腩 法羅群島 然後就對著這個奧地利 奧地利 是的奧地利 沒有看錯 作下計改場球 12號 12號 其實這兩場球 他入選的陣容 只有一個前鋒 就是剛剛幫拉素 入了兩球的 這個高老師 這個越老越可愛的前鋒 大家都很喜歡他的 這個前鋒 但是你說德國隊本身 也有雙兵的 這個舒懷恩斯迪加 也是不能敵的 也可以肯定 這個高美斯 也都未能夠 能夠康復到 守術之後 拿武 也都會繼續 放回右後防的位置 會偏多 就是說 要看到一件事 德國隊的防線 其實人數不少 入選的角度 當然 但是那個位置上面 其實有些位置 是慢慢的 拿武 他可以打左後防 大家知道 他也可以打右後防 但如果他打左後防的話 右後防 沒有那個能夠令人完全放心的替寶者 但是我反而覺得他打左後防 還有一件優點是 他很多時候會 在助攻之後 他會吸大位 有射門這一刻 是 幸好 這次歐洲國家盃 他還有波 如果不是 就會經常被人說 他說 他說 拿武有腳 吸大位射門 說來說 他就是 零六年世界盃 開幕戰 對哥斯達尼加 五分鐘入那個球 這解 歐洲國家盃 他也有波 可以封一封大家的嘴巴 郭德路為大領的德國隊 現在開始是 怎麼說 越來越偏離了德國原有的那股 韌力和精神 而是 玩一個技術流的踢法 但是保留不到自己的精髓 現在你會看到 德國可能未必會適應打這個逆境波 那些球員的精神會間接性散緩 一些主力的派牌位的球員 比如說奧斯爾這些 你看他近期在黃馬 或者在歐洲國家盃裡的 國家隊的表現 都不是說能夠擔起一個重任的球員 即是那些所謂精神領袖 有時候反而不用你這麼好的技術 其實他不是都是想隱藏實力 少遠還會隱藏嗎 如果真的隱藏的話 歐洲國家盃就壞了 歐洲那一杯 路維士他用舒爾賀尼和馬高路斯 打左右 其實那場反而出來的效果 是比奧斯爾更好 兩邊不是很多盆扭 控波 是速度地爆上第一線 更好 是的 所以就是說 現在你路維所帶領的德國隊 你究竟是要追求一個 世界最新鮮的 最新潮的踢法 即西班牙的無風陣 或者打一個箭頭 其餘中後場的球員 就是靠控球 靠走位 任何一個球員都可以射門 把握得分 你這樣想 但是你德國 如果這麼快一下子要跳到這個步驟 那又保留不到你以前的東西 譬如說 你有高大的中鋒都沒有用 現在你兩邊出球的 那個準成率其實是差了很多的 這個以往的德國隊是沒有辦法想像的 就是以往我們說的是 你有比亞河夫有讚卡的年代 你巴布啊 舌基那些 出球很準成的 你現在沒有了這些人 因為你的中鋒都不是踢這個球 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 連馬里奧高美斯的搶點 就是那個頭槌儲等的作用 都不是以前那類型的 比亞河夫那類型的人 那你就少了犯殺著 等於你落後之後 你少了犯殺著 就好像 Jacky仔李鵬那對利物浦一樣 現在班頓羅喳士不在身上 早知道不要放走安祖卡路爾 他打算一月收回來 真的遲了 會不會這幾個月就出事呢 現在這個前鋒變化不大 而當需要落後追追的時間 你把高中鋒放下來都可以搏 現在連這一招都沒有了 德國隊是 現在這些人才都沒有 要想一想 會不會永遠都是四強分子呢 相信這一組出線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是瑞典 瑞典和奧地利給予威脅 但我個人是挺喜歡愛爾蘭的 查帕東尼有些了道 我反而愛爾蘭是想看羅比堅尼 羅比堅尼 好的 我們去下一組 第四組有安道爾 愛沙尼亞 匈牙尼 荷蘭 羅馬尼亞 和土耳其 荷蘭 這次雲達華自竟然沒有入選 大家怎麼看呢 Jacky 雲達華自沒有入選 我也覺得很奇怪 而且他用了很多新人 雲達華自其實是一個很揣擾力的中前場球員 他打的副風位是很好的 他可以拉到後衛 拉空位給前鋒 給雲佩斯 但這次他沒有入選 我覺得很奇怪 這次你不要說雲達華自沒有入 我們熟悉的很多很多很多的名字 尼早迪莊也沒有入 其實沒有入 斯安迪莊 路克迪莊 尼早迪莊 三個迪莊 是沒有入選的 艾菲尼沒有入選 雲達華自沒有入選 嘩 再看看 這個剛剛轉換了柳卡蘇的亞迪斯的中場 這個安尼達 就是現在柳卡蘇 大家有看過英超的表現 也是沒有入選的 雲達華爾 剛剛這個亞迪斯的右後方 又轉換了一個PSG 巴黎星的以門 都是沒有入選的 這一群沒有入選的球員 基本上都可以陷入一個 挺強勁的陣容 超級對的 反而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雲高爾 大家看他 他是夠膽用新人的一個人 亦都夠膽去改革的一個人 雖然他固執 今次就召入了 譬如說有幾名的這些 菲燕樂的球員 譬如說曾馬特 馬田斯恩迪 以及藍斯迪 藍斯迪 這些球員全部都是21 22歲出頭的 上屆幫菲燕樂 從後居上 拿到何駕骨第二名的成績 大量給他們機會 另外PSG 燕豪分的 謝明蘭斯 這個中場球員 以及路斯安奴 拿申家 這是有以色列裔的球員 本身歐洲國家盃 也被歐洲球團 譽為一個可以留意的新星 但他都沒得出 沒有入選 這個比較可惜 看看今次入選荷蘭大軍會 怎麼樣 另外 雲高爾 雲高爾和雲高爾的職員有多深 原本回去坐過總監 但到最後被高魯夫抖下來 趕走他 被高魯夫趕走他 懷恨在心 雲高爾 也因為安尼達 雲達維爾 也沒有入選 也不是亞積斯的球員 所以今次亞積斯的球員 只有一個連職的球員 今年21歲 後防球員 是唯一入選 另外 這個亞爾克馬爾的韋格華 也有入選 那這些全部都是 我剛才說的那些 除了PSV彥濤分的那身家之外 其餘全部都是中後場球員 即是說 今次荷蘭 在經過雲高爾的調動下 選了很多新人 稍欠經驗的球員 還是集中中後場 那大家知道 因為荷蘭的後防 近幾年都為人所救病 那些什麼 還要用那些 奧神 或者馬飛神 保南路斯 奧茶應該說 保南路斯 這班球員 被人覺得 都不是太穩陣 看看今次改革會怎樣 但一來就世界杯外圍賽 之前只不過 踢過一場熱身賽 對比利時大輸2比4 其實我覺得 他有機會換掉 全班新人 是因為看到歐洲過一般 他們荷蘭 都沒有一種霸氣出來 他們換了一班年輕球員 會不會有一種衝勁 年輕球員會博表現 而用他的拼勁心 來打起荷蘭隊 這次仍然保留 有一些年輕人 有左閘的威廉斯 十八歲 另外一個史杜特民 在歐洲國家盃 出過半場 比較可惜 這次也繼續入選 當然配合諾賓和雲佩斯 希望這兩位老大哥 對著一班新人 這次的責任心會大些 強烈些 不要大家以如我詐 但我有點擔心荷蘭在這一組 會不會 雲高爾的路程 你會怎樣看呢 雲高爾 我只是想看他會不會 改革某些球員 例如 他之前在白人改革 書尹斯蒂加 由中場變防中 很成功 但我想看荷蘭有沒有些球員 之前在歐洲國家盃 說過 荷蘭的球員 是牽制著大家 不要發揮得 他十全十美 看看他改革完之後 可不可以令荷蘭的球員 發揮得到他十成出來 我想這個球會改革會比較容易 如果你調動的位置 因為國家隊始終配合的 和配合的時間 不是太多 你這樣來改位置 可能會有點冒險 不像阿根廷那位 那一會 居然改革到他踢某個位置 都同樣成功 荷蘭那組 應該土耳其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土耳其也有很多球星 艾達到倫 或者紐尼沙軒 等著看東西 羅馬利亞都還不可以 匈牙利也叫做 成績好一點 外圍賽 但也不是可以出線的實力 下一組 第五組 就有阿爾巴尼亞 塞浦路斯 冰島 羅威 斯諾文尼亞 和瑞士 為什麼會笑呢 其實我們讀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 好像讀一些食品 這組很平均 沒有一隊 阿爾巴尼亞出線也有可能 瑞士表面上的排面會高些 有薩基尼亞 那些球員 阿爾巴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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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廢爾 還有塞浦路斯 斯諾文尼亞 不過這一組的實力 比較平均 也沒有特別 很難估計 哪兩組會 哪兩組會突出 冰島 冰島 OK 冰島 第六組 第六組有 阿塞拜疆 以色列 盧森堡 北愛爾蘭 俄羅斯 和葡萄牙 俄羅斯告訴大家 艾沙雲 終於保不住 沙皇的地位 就沒有入選 因為也比較少上陣 阿仙奴都沒有什麼機會 因為大家 這一組不講葡萄牙了 葡萄牙 我覺得在這個 保羅賓所執教底下 他們的班底 依然能夠維持的話 這一組出線 我真的不覺得葡萄牙有什麼大問題 還有施朗 施朗最近 哭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老爸死記 那些人說 是2005年9月7日 他老爸死了 所以他真正的哭的原因 是因為他老爸 不是所謂的轉媒那些 家人工那些 你想想 那些傳媒多厲害 哭而已 不開心而已 炒作 都作到這麼多東西 又說家人工又盛 整幕鬧劇 又說不和 那些 就算是 那又怎樣 這組看俄羅斯 因為要說的 一路沒說到 俄羅斯的領導是卡比魯 卡比魯 鐵滿自軍 所以艾沙雲 你都沒得上陣 我就不讓你入選了 迪沙哥夫 那些依然在 沙哥夫 因為那些是經常有份上陣 這個龍門的艾堅飛夫 因為歐洲國家杯的時候 傷了 又放在後備那裡 這次呢 亦都是正選 放出來 俄羅斯 我想如果保持 如果不跌倒的話 其實俄羅斯和普通 這兩隊應該在這一組 第六組 應該出勝的機會 是最高的 然後去第七組 第七組有 波斯尼亞 希臘 拉脫維亞 列茲頓 斯登 立陶宛 紅懷 不要笑 還有 斯洛伐克 為什麼不要笑 這組 如果是傳統的優勢來說 希臘是很懂得打外圍賽的球隊 因為夠穩陣 而且告訴你 他們都是擺個4-3-3 你聽起來都好像是一個進攻的陣型 4-3-3 但是打的是防守足球 深馬拉斯都好表現 對 他的衝刺能力真的很難擋得住 而且他的身材又高大 如果你說希臘這個國家經濟不太好 所以有些東西物盡其用 用得過就算 深馬拉斯這些都可以用到現在 但他都叫做上有表現 大家只有甘心敗福 這些東西叫做什麼 環保 不要浪費了他 這一組 如果你說以外圍賽 0-4有表現的球隊 他就選了希臘 斯洛伐克 波斯尼亞 波斯尼亞 波斯尼亞都有好多好的球員 迪斯高 是的 這些 另外 我想拉脫維亞 列支敦斯登 立陶宛都不會有太大的威脅 這一組 其實我想是幾令人佛眉的一組 如果單替牌面 我們就 skip 了 可以再講下一組 好 到第八組 就有英格蘭 摩爾多亞 波蘭 聖馬力諾 烏克蘭 和黑山 繼歐洲國家盃之後 英格蘭再跟烏克蘭同組 其實第八組還有其他歡喜怨架 Jacky你又知道嗎 就是英格蘭和黑山 之前朗尼因為打人 而停賽兩場 是的 他經常愛圍賽 還要再遠一點 英格蘭經常都遇到老對手 但同時他們遇到很多腦問題 阿多莊順又傷了 其實這次 大家知道朗尼已經不行了 因為割了大腿的血痕 另外就是 按照卡路爾 第一場幫韋斯岩上陣 很好表現 但是傷了 恢復新架 但是傷了六個星期 那你現在看下去的陣 有機會 學神夠膽放謝拉特 林柏特 卡維克三個拱衛中場 因為柏加都不行 那你怎麼辦 即是將這個聰明仔 卡維里 即是可能會打個 進攻中場的角色 嘩 英格蘭前鋒 靠了迪科爾 史度力志 和韋逼克 艾樹里楊格又是不行的 傷的 怎麼辦 我想說應該會出韋逼克 韋逼克因為會很勤力 真的走 他轉了力大 這個也是在歐洲國家盃 他有一定的表現 看看張伯倫 和國特 這些阿仙奴 但是英格蘭還是沒有一個 好的防衡 英格蘭還是找不到一個 他肯定是拿一個拍球的人 就是拍家 但是傷了 是的 又不行 後防比較上算 原來完整一些 即是基卡卡希爾 拜恩斯 格林莊順 烈士葛 和一個跌勢的泰利 基爾窩家 門將組克特 就不宜之損 這一組 老實說 真是 你說雖然陷入波蘭那些 有利雲道夫斯基 波蘭三寶 你不差 都不怕 那些 另外烏克蘭 其實 和這個 英格蘭 金解歐洲掛交杯 都其實打得很接近 另外黑山 但是 感覺上 如果你說 學神用一個 保守的陣型 保守的陣式 去應付任何一場 外圍賽的賽事 始終都是排面 機會 機會會比較高些 球隊來的 其餘第二位 就是爭智明出線 我真的覺得很難選 波蘭、烏克蘭、黑山 對對都有機會 但我反而覺得 烏克蘭的機會 可能沒有波蘭那麼好 因為 烏克蘭 舒夫森谷已經沒有了 他前面 唯一有些名氣 可能只有和朗年 但和朗年 是一個很懶的球員 所以 不會有太多機會 為什麼懶呢 站著看著波走 他不是很動的 是要別人給他機會 別人要給腳 他不會走空位 這個球員 好奇 其實非常了解 烏克蘭的球員的特性 因為踢過利物浦 真是記住 好 接著 有兩隊 在同一組 而這一組 可以這樣說 在計算 最佳小組 次名出線的時候 勉強麻煩 因為他們的對數 只有五隊 不是六隊 所以西班牙 在第一場球 不是先踢世界盃 在國際賽季 是先打一場友誼賽 對沙地阿拉伯先 然後才有一場格魯吉亞賽事 已經到9月12日 麻煩 小遠幫我們再掃一掃 這組有什麼球隊 最後一組 第九組 白俄羅斯 芬蘭 法國 吉格魯吉亞 和西班牙 Jeky仔說一下 西班牙 西班牙應該出了 硬線 可能輸也不會輸一場 這麼有信心 為什麼呢 反而我想看西班牙 會不會用 辛迪卡蘇娜 用多些 因為這個球員在阿西奧 真的很好表現 而且他的效率很快 嗯 是的 吉吉仔說了 主觀願望 想看到 辛迪卡蘇娜 其實這次西班牙的陣容 除了有這個 大家要比較留意的 就是這個 來自西加貝迪斯 這個球員 中場核心 這個 賓尼亞特之外 亦都是 告訴大家 馬達 是沒有入選的 這次是沒有了 馬達這些球員 也要收拾一下 陣容 尼格道也沒有了 蘇達道就選了 他進去 西班牙都不用怎麼說了 佩奧爾也沒有入選 整個要看的重心 另外一件事就是韋娜的回歸 再陷進去 隔回托尼斯 又看看效果如何 反而法國那邊 我們也要看 迪亞比 最近這一場球 也有好表現 其實未踢阿仙奴 對利物堡那場球 已經選了 他進去法國國家隊 最新的大軍裏 而法國隊的新領隊 迪更斯 亦都說 其實他是一個很出類拔髓的球員 只不過 體質 出奇地弱雞 希望他這些 雙病快點 遠離迪亞比 一個比 匯拉更好腳法的匯拉 這個是一個 怎麼說呢 這次其實 法國隊裡 都有一些球員 是不能入選 因為納斯里 歐洲國家杯時間 那個 賭亂 內控事件 被禁制了四場球 不算之前 烏拉圭那場球 還有三場 另外 文尼斯也是禁賽了一場 文尼斯這場可以踢 馬惠娜和賓艾法 也不會踢一輪的外圍賽 所以靠就是這個拉美 華倫西亞的中堅 哥斯爾尼 羅里斯 那些全部都在 賓斯馬 哇 這個什麼 巴菲迪奧高美斯 你還有分入選 不是嗎 李昂這個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喜歡這個人 可能他 貪他衝那段 那十幾二十米 因為他只有衝 其實他這樣的身材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的頭緒很弱 是啊 真的 百思不得其 現在有些球員 為什麼永遠都能夠 入選國家隊 但根本在球會都沒有表現 為什麼呢 小苑 可能有些親戚關係 不知道 真的 OK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哇 今天那些 毓民踩場的粉絲 已經一早進來了 OK 那我們就分析到這裡 那 下一集再和大家講波京 下一集的時間 就是到星期二 下星期二的這個 十點鐘 OK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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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